允靠发挥创意在农历七月呢 饮料店搞噱头 就连搞怪的饮料名称 脑浆四溢都成了菜单之一 另外还有家业者呢 店员都扮成了鬼娃新娘 或是鬼护士 看起来真的好吓人 而幕后老板就是过去主持 灵异节目的艺人 萱萱 转型卖了饮料 他首先加入台中茶饮的一级站区来抢商机 但是看看在店的四边呢 环绕的饮料店墙底 就算艺人开店 靠着名号都不一定能够轻松获利 恐怖哦 难道鬼也爱喝手摇茶 店里泡茶的还是鬼护士 僵尸站在柜台修杰 买茶就送金纸 这太诡异了吧 应该有免费啊 然后也蛮好玩的 但是鬼娃新娘 就为了来喝免费的饮料还有金纸啊 原来这是艺人萱萱 看重饮料商机 砸了三百万 在台中夜市开的茶饮连锁店 觉得说他最近遇到台风啊 没雨季 感觉店里面业绩不是很好 后来我就在当地跟这个好兄弟讲说 七月如果鬼门开的时候 你让我业绩成长的话 那我就会办类似这样子的活动 来回馈各位好兄弟 就是周边除了有两家 同质性超高的饮料连锁店 还有传统的青草茶 木瓜牛奶 还有茶冰店 光靠艺人名号出噱头 可以冲出上机吗 王林国外飞脑浆四例 管院饮料店靠噱头吸引客人 高雄还有专卖 称为脑浆的首腰茶 至于曾砸六千万投资房地产 赚了四百五十万的艺人喧喧 再砸四百五十万 挑战首摇茶市场 能不能靠艺人名气 还有噱头 在敌人环色的夜市 抢下滩头 这可不一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